由台中惠中寺主办的《未来与希望》讲座 每场都爆满受到热烈回响 台积电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受邀进行讲座 惠中寺住持决居法师表示 张淑芬喜欢付出 从中得到快乐 希望透过他和市民分享 快乐从何而来并学习付出 张淑芬也透过自身的人生经验 浅显易懂地传达佛教深层的智慧 台积电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这天受邀到惠中寺 为《未来与希望》讲座进行分享 他本身是虔诚的佛教徒 因此已透过自身的人生经验 浅显易懂地来传达佛教深层的智慧 而对五位两次他也有独特的境界 我本身就是个无畏的人 因为我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从来不觉得它是困难 因为你总是人生总是会有节的 等你碰到有节的时候 你把它慢慢散开来 就是一个果 是一个学习 笑容挂脸的张淑芬 全身上下养溢着快乐的气息 热衷奉献 更积极地投入社会工艺 惠中斯也希望透过他的欢喜付出 与台中市民来做分享 今天是我们惠中市未来与希望讲座的第18场 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台积电的Sophia Sophia她人非常的低调跟客气 基本上因为她做公益的关系 所以今天大家都认识她 而且都想要报到她这一场 不过我们今天已经大爆满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她喜欢付出 其实人活在这世上不是只有要得到 而是要付出 当你付出的时候 就会自然得到快乐 我在想说Sophia能够来到我们台中 跟更多的市民来分享 她的快乐从哪里来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从她的身上 学习到付出 未来与希望讲座常常受到热烈回响 也希望将智慧慈悲勇气 成为鼓动人心的力量 来冲破黑暗影像光明 值得大家一起来聆听 人家话台中才碰到 人家话台中才碰到